拓展穆斯林旅游商机台北市债船捷报 国际知名穆斯林旅游推广公司新月平等 将台北市评为最有潜力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层市奖 对积极营造多元友善旅游环境的台北市来说是一大肯定 其实台北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安全安心 而且多元又便利 那在这个多元底下我们非常荣幸的就获得 其实世界很知名的新月平等 世界所谓的非穆斯林合作组织里面的 最有潜力的一个友善穆斯林的城市旅游目的地 那这我觉得是对于台北在推多元观光的部分 是一个实质的肯定 那其实不管是在穆斯林或者各个族群或国内国旅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台北都扮演一个友善安全安心多元的一个旅游城市 所以我们夏天大道成夏日节长达51天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旅游 为了让每位到访台北市的穆斯林旅客能够安心用餐旅游和住宿 目前台北市拥有超过60届穆斯林友善住宿及餐饮店家 并有超过30个景点及公共场所设有祈祷室或静下设施 而在文化推广部分 目前刚结束的2023台北开采节活动 也吸引了将近3万人到场同欢 台北市观察局发言表示 在疫情解封后 全国人口有6成属于穆斯林的马来西亚旅客 今年来台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 因此台北市今年8月也将赴马来西亚推广观光 并且串联台北各项穆斯林友善资源推出专属游城 希望吸引更多穆斯林旅客来台北游玩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